通通被周刊给爆料 点名了当中多少多少亿的 是这个汇敬的陈水扁家 那么几家的金控都跳出来 赶快澄清 唯独国泰世华 昨天非常的安静 但是今天呢 大动作的在各大报纸呢 以半版的篇幅登广告来 而且呢这个当中呢 不但做了所谓的澄清 还要对名嘴来提告 今天上午国民党立委邱毅 他说这个根本就是国泰世华 欲盖弥彰 昨天 你蔡振宇先生拖了好几路人马 好几路的名义代表 甚至包括黑道 来跟我疏通 来跟我道歉 来跟我说明 缓兵之计嘛 缓兵之计嘛 还跟我说他会坦诚 我接着再讲 国泰金控 蔡振宇先生 或者国泰蔡家 你们说清楚吧 有没有给贬家武艺 给贬家武艺 他特别说 我们讲他是跟国泰世华 的合并案 有对价关系 这个武艺 国泰蔡家给贬家的武艺 除了国泰跟四华的合并案 跟中华电信四股案 有没有关 跟陈水扁那里蔡振宇做 中央银行的理事 有没有关 那是一个综合的捐书嘛 好 上官的